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Vicky Hoekman 现在先跟大家看看欧美股时间晚的收视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高收 导致再创新高 受惠于美国上周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跌至不足50万人 低于市场预期 并且创超过13个月新低 市场观望在周五公布的就业报告 道歧斯指数最高升至34,561点 创即市新高 指数收市亦破顶 收报34548点 升318点 升幅0.93 纳斯达克指数大多数时间偏远 临近收市收服失地 收报13,632点 升50点 升幅0.37 标准保险500指数 收报4201点 升34点 升幅0.82% 科技股做好 升近1%或以上 美国总统特朗普支持放弃新型肺炎疫苗的知识产权专利 汇控ADR报491.03 升跌0.04% 腾讯报608.77 跌0.28% 阿里巴巴报219.88 跌0.78% 美团报283.72 跌0.73% 中仁售报16.03 升1.1% 中石化报4.1 跌0.59% 中石油报3.02 跌0.21% 欧洲股市表现 欧洲股市靠稳 全日升幅不大 德国Dex指数收报15196点 升25点 升幅0.17% 法国Cat指数收报6357点 升17点 升幅0.28% 英国富士100指数收报7076点 升36点 升幅0.52% 商品期货表现 国际有加跌超过1% 扭转早段的升势 由于印度新型肺炎疫情恶化 单日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再创新高 有类影响需求前景 不过 数据显示 美国上星期原油 库存大幅减少800万桶 超出预期限制油价跌势 伦敦布拉特旗油 收报每桶68.09美元 跌87米先 跌幅1.3% 纽约旗油 收报每桶64.71美元 跌92米先 跌幅1.4% 接着看金价 金价突破每桶1800美元 心理关口 由于美元偏远 美债知息率下跌 现货金高件每桶1817.9美元 創近3个月的新高 升31.45美元 升幅1.8% 纽约期金收报每桶1815.7美元 升31.4美元 升幅1.8% 接着看美元匯格 美元指数跌至3日低位 在纽约美市跌穿91水平 低限90.871 跌幅0.43% 美元偏远 由于全球市场风险偏好改善 投资者亦等待星期五公布的就业报告 市场预料 若4月份的非农业新增职位超过150万个 或导致美债支出率金息 为美元提供短暂支持 美元兑港元买入价7.7684 日元109.14 欧元1.2061 英镑1.394 随市花囊0.9078 家元1.2161 欧元0.7778 樓元0.7229 和大家看美国国负债券息率的表现 10年期债券息率部1.57 30年期债券息率部2.25 然后和大家看港股的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价28756点 升119点 国企指数升35点 报10791点 大市成交有114亿 这个环节就差不多 回来会有其他直播节目 要财money亨特提提你 现货黄金买入价1813.63美元 买出价1814.17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27.3068美元 买出价27.3587美元 以上资讯由姚才、Money亨特提供 提供出价2600 以上资讯由姚才、Money亨特提供 提供出价2600 以上资讯由姚才、Money亨特提供出价2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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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资讯由姚才、Money亨特提供出价2600